大家好,现在我在三楼的那个露台 这里的温度将近有40多度 因为今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0多度左右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月季 依旧是在开花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月季啊 其实在夏天没必要遮阳光 只要做几个度下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的月季依旧可以开花不断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月季是如何度下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三样东西 一开始是这个火山石 它是铺在盆土表面,防止那个根气被烫伤 第二个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铝的胶带 它是可以隔热的,效果相当的好 像不贴的话,我的盆 用手摸的话也是非常的套 但是一贴之后我测试过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温度 最后一个我们用到的就是这个 看得到吗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那个椅子的垫脚贴 它其实就是隔开你跟盆 隔开与地面的那个间隙 这样的话有利于通风,然后散热 好,最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阳台的花 这四颗都是那个鸡鱼 那边是一个淘鸡 假结的 这些精品囊是我前段时间修剪的 它跟鸡鱼的花期是错开的 你要鸡鱼开了,它这个就没了 这边是果子,你看 我通过这个月季的镀下的装备 它依旧可以爆损 这些现在都已经是花了 这个是猪虹 它的花,它是比较耐晒的品 但是夏天的话它的花会小一点 这个是精品囊 前段时间拍过 这个是鸡鱼 鸡 太热了 这些也是小的月季 像这个就是精品囊 这是满天鸡 这个躲躲藏长马上又要开了 第二博房 要开爆了 这个是矮牛 我的矮牛是春天博主了 所以长得比较慢 这个是满天鸡 这个鸡小鸡 前段时间打了个顶 现在又开发了 这边是一些月季的千叉小苗 这两个是虫瓣的百合 这是六倍粒 最后这个是 这是马蹄莲 彩色马蹄莲 这是黄的 马蹄莲我从过年开始种 种到现在 依旧花开不住 很推荐大家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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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